大家好 我是三喵 今天又这个邪猫上岗了 前几天我在这个YouTube上发了一帖子 你看我搞到了一个这个 这晚上有人问是不是真的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是真的 那么当时呢 乌克兰那边的一些朋友 把这整个的制作过程 整个的视频都拍给我了 这样才给到我的 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是一架俄罗斯空天军的苏三四战斗轰炸机 编号红色05 那么制造号是81259 这架飞机在2022年2月28日 也就是开战之后四天 就是传说中一小时22分 速通基辅打穿乌克兰 一战封神 焦合板大元帅烧一股 那个时候 这架飞机坠毁在了基辅近郊 时间是那一天的18点46分 那么它的垂直尾翼的一部分 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 既然搞到了这个 那咱们不说一说 这苏三四飞机是说不过去的 苏三四压嘴兽长这样 有人说三彪你的模型堆积那么多 怎么就没有苏三四的模型 其实堆积的有还没来得及做 你让我慢慢来 对吧 这个写稿子 包括这个录节目之外 我的时间其实已经少得可怜了 好闲话少说 我们注意到苏三四 我们提到它 它这个叫压嘴兽 就是您可以看我这个封面图片 或者您随便上网看 的确挺形象 它是一种战斗轰炸机 什么叫战斗轰炸机呢 顾名辞义 它既是战斗机 又有轰炸机的这个特点 战斗机呢 对吧 你看我手里拿了一个 就是以色列空军队F16 您看它这个标上的导弹 这个AIM-120 这种空内空导弹 它是能够空中格斗 而且你看 它这种敏据性 翻几个跟踪 然后那种超音速 这都是最起码的 而轰炸机 你看它这里上面挂的 有对地攻击的弹药 为什么要这样呢 就是过去啊 这个飞机 您要是专职的搞战斗机 专职的搞轰炸机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这个飞机 随着这个发动机性能的提升 以及军队对于成本的要求 我如果专门搞战斗机 专门搞轰炸机的话 那个是有点成本上得不偿失 而且啊 这个技术也是能达到的 我们说做一些事情 你看我提到好多次了 这个必要性和可信性 所以你看 这个有人把苏三四说的一文不值 那我觉得 你要是没有俄乌战争啊 苏三四还未必被说的一文不值 我专门上YouTube上看了 关于苏三四的这个节目 您不信您去看 去介入苏三四 就这样的一个东西 您去看了 两年前的节目 哎呦 把苏三四吹的 那是天上地下 独一无二 说什么呢 这飞机的机舱里有厕所 哎对 而且还有一小微波炉 然后这个 说说在飞机里坐的可舒服 而且说这是俄罗斯空天军 对地攻击的大杀器 在叙利亚 整个战争期间是大放 大放异彩 那么都是这些 那谁能想到 今年是这个样 所以咱也尽量少做事后诸葛亮 我不是说我不 不做事后诸葛亮 这个很难 我只是说尽量少做事后诸葛亮 你要是说起来战斗轰炸机 这种飞机 它美国也有啊 你比如说美国现在那个Fa18 为什么叫Fa18 F战斗机 Fight A Attack 他Fa 他就是战斗轰炸机 或者战斗攻击机 这个意思 就是轰炸机和攻击机 我这里不做专门的区分了 反正都是对地攻击的 您知道就好 其实这个概念啊 美国专职的战斗轰炸机 一开始是失败的 越战的时候 你们比如说美国那个F105 雷公 注意看他那个大头是F 他没有叫A 这个飞机就是美国当时设想的战斗轰炸机 可是在越南的表现怎么样呢 其实非常不好 是需要专门的战斗机给护航的 OK 作为战斗轰炸机 我挂个炸弹 我笨一点 我需要战斗机护航 好像也没有什么 但是你去执行空袭的时候 这种战斗轰炸机执行了很多任务 这个军民们管他叫什么 四个字 低空填地 很危险 往往会被散布导弹机炮给打下来 所以这个F105战斗轰炸机 其实是不成功的 那么后来美国开发的F111战斗轰炸机成功吗 也不怎么成功 那么到了越战之后 美国人痛定思痛 才搞出了他们的下一代战斗机 这个当时叫第三代 现在已经叫第四代战斗机 比如说我说你拿的这架F16 您再比如说顶上F14 这都是那一代的战斗机 F16包括F15 F15一开始是说 没有一磅重量是对地攻击 但是后来还得用来对地攻击 包括F16也是吗 F15不是有异形攻击鹰吗 F16它也很多时候是挂载的对地攻击武器 所以战斗轰炸机这个概念 本身没有问题 只不过美国人在越战的时候 战斗轰炸机吃瘪了 为什么吃瘪 这里面来咱们好好去捣食捣食 你的这个咱先不说战斗的任务 轰炸的任务为什么吃瘪 你扔的是铁炸的 就是那种没有制造的 就那样的炸的 那你得飞到目标上空去扔 是不是 你这样飞到目标上空去扔的话 那你不就是把载机暴露在危险里面吗 而且你扔的也不准 之前我在好几期节目里面讲过 当时美国飞机去轰炸清华大桥 那个案例还不够明显吗 那么好 美国人痛定死痛 我开发这种精确制导弹 你比如说像比如说巡航导弹 激光制导炸弹 激光制导炸弹 它就可以有滑翔的功能 能够让载机在30公里外去扔这个炸弹 是不是安全系数就提升很多 然后我再加上这种对地导弹 你比如说这个小牛或者右处 或者说这种空射巡航导弹 那我载机是不是更安全了 这样一来我战斗轰炸机它的意义不就存在了吗 我光去攻攻攻扔 那我扔不准 那我还得再来一回 那那么危险何必呢 所以说到了后来 美国第一方面是改进载机的弹药 第二方面 它是把载机的性能给全面提升 就是它从这个之前的那个F105 包括F4 包括这个F111 一直提升到F15 F16这一代的飞机座战斗轰炸机成功吗 相对来说是成功 但是有一个前提 就是当F15E或者当F16挂载着这个对立弹药进场的时候 制空权是完全要被美国空军掌握的 那么有一个问题 制空权被美国空军掌握 它的前提是什么 不还得靠着F16的对空型吗 F14 F15这种对空战斗机 空优战斗机 完全掌握制空权 还得开发下一代的战斗机 这个样子 所以说美国是在越南战争当中吃饼了 然后海湾战争的时候 我们看这种战斗轰炸机 才能够在有制空权的情况下 靠着高精尖的这种精确制导武器 大树漂亮的战绩 总结一下 第一 制空权 制空权 当然制空权的前提 制电磁权 我之前讲汉姆导弹的时候提过 第二精确制导武器 有这样的东西 我们才可以说 它的战斗轰炸机能够起到作用 那么俄国是这样的吗 俄国这个苏三四是这样的吗 看起来是这样 但是我想说 俄国它自己并没有经过越战 这样的惨痛教训 有人说 不对啊 三明昂 你在唬我吧 那么苏联当年不是入侵 阿富汗也灰溜溜的撤出来了吗 请大家注意一下 阿富汗跟越南 对于美国跟苏联 那个是体量完全不错 我给大家举一例子 越南它是有完整的防空导弹阵地的 那个跟阿富汗胜战士扛的那个毒刺 不可同日而已 越南人家还有米格21战斗机 那个坟墓上校 虽然是一个传说 但是人家毕竟是有实打实的米格战斗机 阿富汗有吗 也就是说 美国空军 美国海军航空兵 当时在越南 是实打实的跟一支空军部队 那支空军部队装备的是 当时比较先进的战斗机 是实打实的跟一个比较先进的 地理工军导弹体系 是做过战 交过手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人认为败了 那么美国后来在越战的时候 最后不吃体面 也不是说不吃体面 就是挺没面子吧 好 我们就是挺没面子 你看到最后从西共撤军的时候 一队人在直升机上 打人体 好 就挺没面子撤出越南 但是本钱还在 美军的本钱还在 在这个基础上 美军后来痛令死痛 才有了这玩意儿 才有了这玩意儿 所以美国后来才能够在后来的战争当中去打这种所谓的翻身仗 大家如果您只看海湾战争 科索沃战争 伊拉克战争 你包括美军空袭 利比亚空袭叙利亚 你会觉得 那美国空军大杀四封 美国空军的招兵片已经需要在变形金刚里面去搞 美国空军只有外星人 他是他的对手了 对 但是这不是越南战争时候的 美国一定是在越南战争吃过苦的 有人说那韩战算不算 韩战其实不算 韩战那个时候 喷气机刚开始露曙光的时候 那个随着技术的发展 在韩战时候 他的很多很多的教训 在越战的时候还得重新再来 而越战时候这些教训被美国一个一个的都用到了今后的这个战斗机技术开发 以及战术开发 可是苏俄没有经历过越战这样的东西 我刚才已经说了 阿富汗没有成体系的防空系统 没有成体系的战斗机部队 那么苏俄的战斗机是根本没有机会同一支规模相当的这个敌人交手 那有人说那中东战争的时候 阿拉伯的飞行员跟以色列飞行员交手算不算 这不算 这不是俄罗斯他自己的飞行员去交手 这个完全不算 所以在这个情况我们发现什么 这次入侵乌克兰 你会发现很悲哀 这是俄罗斯第一次跟一支有比较成建制的防空导弹部队的这样的一个敌人去交手 这是那个苏三四这个名牌他送了一个画 这边是这样这边是欢迎来乌克兰这个我猜是苏卡不列对 我问朋友果然是这样 乌克兰是有防空导弹的乌克兰是有战斗机的 也就是说美国人在越战的教训 俄罗斯人到了现在才第一次领教道 那么美国人的战斗轰炸机在越战的时候吃了瘪 而俄罗斯他的这个苏三四 他为什么要有苏三四 之前有苏二四 苏二五 那不就是看着美国人有什么 我有什么吗 但是他没有说我真正基于实战我要有什么 只不过美国人有什么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 那么这次终于实战吃了瘪 所以就有了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说美国可以从越战往后啊 他可以去吸取经验 从那个F105我进一步升级到F15E 对吧 我从F4我升级到F16 但是俄国这次苏三四 好像前两天又在边疆去坠了一架 直接坠到公寓楼里面了 对不对 俄罗斯这次打过以后 对吧 大家都在说他可能会解体的 那么俄罗斯还有机会去升级自己的空军装备吗 可能这个机会以后就永远失去了 所以这架飞机可能是俄罗斯最后的战斗轰炸机 对吧 关于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总结一下 其实就是俄罗斯把这个美国越战的教训推后了50年 这次才第一次碰到英差 冷战的时候 不管是这个布达佩斯世界 不管是这个布拉格事件 还是所谓的入侵阿富汗 包括后来的车臣战争 俄罗斯从来没有遇到过强大的防空力量 好吧 欢迎来到乌克兰 今天关于这个苏三四的问题 咱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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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